一名因1998年殺害一名婦女 而被關押在佛羅里達州的囚犯 而面臨第二起謀殺指控 調查人員認為該囚犯可能與更多的死亡事件有關 Brower原警方表示該囚犯名為Luscious Boyd 現年64歲曾是一名殯葬師 她被指在1998年12月殺害一位波多黎國女傷人Eileen Troppner 受害者屍體當時在高速公路上被發現 直到今年警方才確定空手殘留的DNA和Boyd相匹配 而在同一個月Boyd曾綁架強姦 和謀殺當時21歲女性Donia Decoaster而被判死刑 警方表示當時的報紙報道還稱 在這兩起謀殺案件發生的前幾個月 Boyd的女友Patrice Austin當時和Boyd旅行時失蹤 但她未因此案受到指控 警方強烈懷疑波及提連環殺手 目前更多調查仍在進行中 《天下維視》記者編輯報導